為了360給您全方位的好天氣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小滴零 第一點就是 我們台灣最主要的天氣狀況 在未來一陣子來講 都是屬於午後雷震雨的天氣狀況 上半天天氣清朗炎熱 所以要記得要防曬防中暑 戰無其他日來擾動發展 所以未來一週來說 可能也不會有什麼颱風來影響到我們 看一下微星圖上面的說明 從圖上可以看到 南馬都颱風逐漸很快的 就往這個北邊 往日本的九州方面移動過去了 對台灣沒有什麼影響 那這裡來講的話 台灣還是受到開邊桿手 帶來偏南風到偏東南風的影響 所以說在午後的時候 中央山脈這邊 都會有一些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機會 也有機會擴展到平地 所以說請大家如果說 午後要前往山區活動的話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幾天的模擬圖 未來幾天的話 天氣也是類似的狀況 颱風很快的就會影響到日本 然後逐漸減弱消散 台灣都是在偏南風的影響之下 都是屬於一個午後雷震雨的天氣狀況 而且可能要持續一週以上 未來來講的話 在這個飛兵東海面這邊 暫時還看不到有什麼 熱帶擾動啊 颱風啊發展的機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未來的這個 降雨的變化也可以看到 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的降雨的位置來講 都還是在山區的部分為主 然後以西半側的山區 西半部的山區是會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說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過去來講是比較偏北部的山區有降雨 但目前看起來 整個西南西半部 整個中山山脈的西側這邊 都會有午後雷震雨的機會的 來看一下未來幾天的這個雨區預報 到禮拜五之前來講的話 都是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那麼在這個區域來說的話 都剛剛提到過 都是在我們的西半部的山區的部分來說 雨的部分都會滿明顯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天氣預報 在今天晚上來講的話 全台灣各地的空氣品質都是屬於聯合等級 那麼在西半部這邊的天氣 也都屬於晴到晴蝕多雲的一個狀況 那麼在氣溫方面來講 低溫26度高溫30到31度 是屬於舒適到有點悶熱的情況 在東半部來講的話 也都類似的情形天氣都不錯 都是屬於晴到多雲 那麼低溫26度高溫到30度 大概都是屬於比較舒適的一個天氣狀況 那麼在明天全台灣的天氣來講的話 全台灣基本上都是屬於一個上半天 晴蝕多雲下半天 午後多雲或雷震雨的情況 那麼這個低溫26度高溫 在北部還是可以來到33到34度 所以說整體看起來的話 北部的天氣還是比較熱一點 大家出門請記得一定要防曬防中暑的 當然那麼在這個空氣品質方面來講的話 全台灣各地的這個空氣品質 大概都還是屬於聯合等級為主 那麼在這個東半部來講的話 也都是比較 上半天都是比較情熱的一個狀況 下半天散去部分 還是會有午後雷震雨的 低溫26度高溫的32度 感覺起來也都是屬於舒適到有點悶熱的情況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